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5月13号的上午 中国大陆多位维权律师 在前往四川滋阳探访二俄湖法治教育中心的时候 遭到便衣的围攻和殴打 并被强行带到迎接镇派出所 目前下落不明 第一批被暴力殴打的律师包括唐吉田 江天勇 梁小军 唐天昊 令其磊 等人 那么随后前往救援的四位律师李和平 王成 杨慧文及温海波也被打被抓 本台记者致电十位律师的时候 但都是电话无法打通 正在做笔录的唐吉田律师向德国之声表示 多位律师遭到殴打受伤 江天勇的腿部受伤 唐天昊等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外伤 报道说唐吉田在匆匆挂断电话之前曾暗示 这次事件与610办公室有关 那么位于四川滋阳市燕江区的二俄湖法治教育中心 表面上看是度假山庄和法治学习班 实际上是四川省最大的黑监狱 由滋阳市政法委610设立 他们将访民和法轮功学员直接绑架进去 完全剥夺他们的人身自由 最长可达五六年 有些人甚至被折磨致死 目前仍关押有两百多人 山东律师刘卫国表示 出发当局对律师进行如此暴力打压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律师们撕开了中国的法治黑洞 中国大陆的法学学者滕彪也表示 目前在中国各地类似的法治教育中心 洗脑班等黑监狱被关押的访民 法轮功学员数量非常的大 他说 据一些律师调查 在这些非法积压场所被打死的人 比监狱和劳教所还要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5月13号报道 根据中国境外的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报道 中共的中宣部近日发出通知 命令各媒体对自杀的新闻 不得自行采访报道或者是渲染 中宣部5月10号发出通知的内容是 对各种自杀案件 各媒体要严格按照司法权威部门 发布的通告刊播 不炒作渲染 不自行采访报道评论 报道说中宣部有些只是只凭口头传话 实际的用词难以确认 5月3号 北京经文商城女子跳楼死亡事件的疑云 引起大规模的勤体抗议 造成北京南四环出现严重的阴阻 对于北京市中心 罕见出现勤体抗议事件 中共喉舌媒体没有报道 大陆的微博内是大肆删文 目前还不能够证实 中共的中宣部的这项通知 是否与这起事件有关 好 观众朋友 下面一起来关注这一期的时事禁闻